送走两位嘉宾以下来的事段 只剩下Edmond自己的一轨道 当然不要紧 希望大家继续打来分享你的个案 延续昨晚我们在恐怖回忆的时候 Jeffrey也说到有一件事 也有很多人反而觉得他这件事 真是独立抽出来看 都是恐怖的 除了说他遇上大头怪鹰 因为他遇上了之后 他人生都有很多古灵精怪事件 其中一宗就是说他在澳门夜场认识了一个小姐 后来发现原来他根本不是人 还说他写了一个泰国的地址给他 互相之间的内讯 最后在郵差帮忙找他之下 就发现原来那里是一个乱葬江区 他有名的 不如听他怎样说 我们抽这一段给大家听一听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在曼谷市内的 那个地方是在曼谷市内的 叫做塞贵林泰 就是柏林斯路 柏林斯路 柏林斯 柏林斯 那地方是732号 但当年我去找的时间 只找到731 732后后找到一个邮差带 才发现是一个烈葬江来的 好了 究竟在哪里 昨晚我们立刻去找了 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找到 找到一条 Google的地图 因为 看看究竟 Jeffrey厚中的 这个Plum Sea 第二 其实 我们在Google里找到的地方 应该是怎样的 就在这里了 OK 看到 都两边都建了房子了 是吧 讲讲几十年了 都已经 绝对不出奇了 你说 当时是一个的 链撞江区 会是哪一边呢 不敢肯定 如果现在 你看到 在建新的楼 会不会就是 在链撞江区 建新楼呢 会不会就是 现在这个部分 我就 立刻去找回 Jeffrey 用WeChat去问他 因为我拍了这段片 给他看 我说 在Google的街景里 就找到这里了 你没有印象 是不是类似是这样的情况呢 不如我现在立刻去看看 Jeffrey怎么回覆我 他就说 面目全非了 那又 这种漂亮的石屎佬 没那么漂亮 全是铁皮的小屋 行人路只有十尺阔 是的 地上都是木板 即是他当时 几十年前去找的时候 就是这样 完全和现在 就是面目全非 两回事 那 是的 应该都不是这回事的了 我相信 已经是建出来 做屋 建桥 那种情况 那 对了 他后来再打回一次 这个文字 是哪个文字啊 三十二 就是七三二 就是街 那 所以七三二 其实就是他形容当时的 乱葬岗的一个地方 好 那看看还会不会有些朋友 如果真的知道 那里真的是 一个乱葬岗区的话 然后呢 又多个见证 又会 希望找多个座证出来 因为我希望 未来真的 如果再 和这件事 起来关系的时候 就希望逐点逐点 找回一些资料出来 希望对照 这样 就整件事更加 可信和立体 所以我 是不会放弃 去找任何资料的 关于 Jeffrey口中的 所有个案 好了 听回刚才的位朋友的电话 借先生 喂 喂 现在我们有时间再谈 你刚才有一件事 是吧 没说的 好 嚇死了 收了线之后 立刻听回你的节目 做什么 又听回自己说话 哦 还是不同步 没同步的 是啊 奇怪 一收线 接着你又接 那位借先生 我认不到自己的声 哦 你怎样的呢 这么巧 又姓仔 听听一下 现在就是自己 放心 这个才恐怖 人客人就是恐怖 可能对那件事 你不认识 反而是害怕 是 喂 你先说一件事 哦 呃 我本来想说 学校有个传闻 是啊 但是我先 有没有时间想问你 什么事 Jeffrey 是不是上来一晚 为什么这样问呢 哦 呃 呃 因为其实之前 我有听过 你以前的同事 电台 是的 以前的同事 就说回大头怪影 这件事 他就举了几个疑点出来 嗯 那 关于校长 那些 我想你自己也有听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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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可以找回他 问回你的同事 喂 你是不是找错了校长 找了小学那个 那现在人家 Jeffrey 昨晚 澄清 其实是找中学校长 那个不是我的同事 是其他的网络主持 我相信 他昨晚澄清 他是找错了 因为 Jeffrey 口中就是这个校长 他是中学部的 是吗 是中学部 是的 是中学部的校长 而且他是没有儿子的 是的 是的 没有儿子的 是的 所以可能是有些东西 大家听的时候 又会是错了 或者找一些资料的时候 又会是 未必对的 因为他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听完他的节目 其实他的重点是 针对这件事的真理 是的 我也想问真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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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 他当然 他 他举例的疑点 是有参考价值的 嗯 所以 你有没有兴趣 请他上来 或者是 大家当面谈一谈 请那个人 那个主持 我不会 打电话 你 绝对不会 我不对的 也不可能不对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哈哈 OK OK 邀请他 打擂台 我不会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因为 其实 如果有几个异点 我就不清楚 但是 他说 自己亲身找校长 学校长 这个 我就记得很清楚 是的 我听完之后 我都觉得原来是假的 因为 很坦白说 当日 大头怪英 你们在电台播的时候 我就 没有听完 OK 没有亲身听完 但是 有听过一段仔 就觉得很精彩 是的 但是 因为 你也说 他隔了一段时间 隔了一段时间 才打 就是 不会说 报到这么巧 之后 也看过电影 嗯 电影的事情 我觉得 喂 两回事 是的 真是凶 骗了很久 你知不知道 骗了很久 骗了很久 然后找到网络 有说另外一件事 出来的 OK 好啦 不要紧要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都说我这件事 是不会放弃的 因为 我曾经想放弃 但是我觉得 这件事是 不止是香港人 甚至是 可能是 台湾 很出名 这件事 其实 是在我们平民间 那大家都在平民间 我觉得 我觉得 是有一个价值 去继续研究 这件事 就是说电台鬼谷 经典的 这个就是 受损了 是的 所以我不想放弃这个 经典 不够内 好了 放心 我会继续把这件事 去延续他的生命 我希望这个生命 找到一些证据 即使是假的 就是真的 我敢说是假的 是吧 是吧 就是希望可以做到 这样的情况 好了 先说你自己 先说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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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回我學校的傳聞,中學來的,分有蓋操場和沒有蓋操場 在同一個地下,有蓋與沒有蓋在旁邊 沒有蓋操場,旁邊有一層長方形,是廁所來的,因為它依著地形而起,長方形很窄 在右蓋操場裏面,所以就在廁所,濕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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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 其中一個傳聞是講,因為我們放學後可以留在學校玩的 玩到幾夜都可以 有一班同學就在踢球 差不多是秋天、冬天,應該是那段時間 五、六點已經很黑了,開始黑了 打算收拾東西離開 其中有兩個同學住在附近很近 A和B這樣,A就先去廁所等一等我 A就進去,B在外面繼續右手好走 等了很久都不見,等了很久都不見A出來 B就自自然進去廁所看發生的事 不見人,空靠靠靠 那時候都等了半個小時 六點多小時開始,真的天黑了 那段路的時候整個學校都黑了 打巴士回家 嗯 嗯 回到家,打電話我問A,你去了哪兒 又說叫我等你 那A就跟她說 就說,我 即是出道來 嗯 就不見了你 嗯 我即是空靠靠靠的 那個操場 嗯,那其實她去哪兒呢 嗯 有後著的 是 那她翌日已經沒有上學了 嗯 她翌日已經沒有上學,開始發病了 A,A A,開始發病了 OK 那B呢 即是不以為意 即是同學住 雖然住在附近 那可能她病,不知道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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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其實過了一次兩星期 就應該是病死了 嗯 已經病死了 嗯 那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那 那 那 在她這段 即是兩星期間 嗯 B 她就找過她 嗯 B就找回A 喂 你病成怎樣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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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其實呢 A就透露過給B聽 就說 當日她在廁所上 嗯 其中一塊鏡 那塊鏡就在 在廁所最尾的洗手盆上面 半分鏡來的 半分鏡來的 那 就說 看到有另一個 穿著同樣校服的人 嗯 在鏡裏面 進她 嗯 進她 叫她進去跟她一起玩 那她就進去 她 她 賣迷糊 她賣迷糊 因為 那 然後 怕她就衝出來 所以衝出來之後 又不見所有人 又 即是 立刻衝 即是就出學校 回家 嗯 所以B 又不知為何 見不見她 即是時空不同了 可能她已經在裡面很久了 她已經在裡面很久了 是的 是的 喂 我真的這樣說 學校的東西就打個六折了 你覺得這件事有多少成可信 即是你今天告訴我 整件事我聽 我聽四至五成 因為呢 中間還有些細節位置 其實這件事我 即是我剛才說是傳聞的 即是我不會跟你說 我真人真是知道 即是我也跟你說傳聞 但是呢 即是 我想說回 就是 鏡裏面她見到那個 我呢 同學 是一個中一的學生 中一的學生 那她 考試出貓 被先生捉到 是 就在那個廁所裡面 用一條校胎吊鏡死了 這件事是真字來的 這個是 這個傳聞的其中一部分 不是 我想問 這件 整件事都是傳聞來的 即是考定不到 為什麼她聽到 為什麼她看到鏡裏面 有其中一個 有另外一個 穿著同樣的校服的呢 她就說 其實是之前 在那個廁所吊鏡死的 不如我想問 這件事 這麼大件事 就一定 分動 你聽我問你 因為你再說下去 都沒有意思的 如果這件事是傳聞你話 就浪費了我們五分鐘 不好意思 我真的想說 不如你告訴我 你這間是甚麼學校 我先問到其他人 好 究竟這件事是否真的 如果說下去 是沒有意思的 好 你說 堅尼地道 甚麼學校 甚麼學校 聖約室 聖約室 名校 好 甚麼年代 甚麼年份 你遇到大概1960多 六幾年 六幾年 OK 六幾年 跟你相差都很久了 發生幾年之後 對 所以我一直 抱歉 是嗎 怎樣 相差很久的時間 是嗎 在我讀過的時候 二十幾年前 好 就這樣說 好 就這樣說 因為我要找了 你可以認證 是有其他人 有沒有聽 這個 因為呢 整件事 就是我聽的時候 有其他細節 好 如果你說 我也是跟你說 是一個傳聞 好 明白 就想知道是真還是假 好 多謝 因為這麽大件事 一定有人會記得 或是可以認證 是 有發生 好 多謝你的電話 謝謝 好 明白了 下一位KK KK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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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n哥 怎樣 KK 今晚有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你先說一聽聽 好聽的 就有時間 不要聽就沒有時間 是 因為我本來打算 說一個比較長一點 是 怕你時間 不要問你 好 你精簡一點 精簡一點 如果你那件事好聽 我就會繼續問你了 放心 是 那儘管說一個 又關於監獄的 是 我有一個朋友 他以前在深圳 犯了少許事 甚至就 入那些收容所 那些是拘留所 我不太清楚 OK OK 這件事大概發生在零幾年 大概 我想 都是十年 這十年左右 嗯 他又看出來 那 是關於一隻女的靈體 那他的窮空極惡程度 我相信 是 有時以來 差不多 是遲滅的了 嗯 那 他的故事是這樣的 他說有一次 他就 因為辦了一些事 拘留十幾天 是 也是 進去 在深圳的一個 好像是 叫做 我不是很清楚 叫做 不知道是水貝 不知道是哪裏 嗯 我去拘留所 他當時有幾層膏的 有個井字形 那座鑫肉 那座鑫肉 他就 對面 他那一層是混男仔 有男生 對面 在對面 樓上是混女 有一晚 黃昏時間 他就看到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很牢臺 很多人 走來走去 有點緊張 不知道做什麼 有些武警就走過來 有些獄警 很大堆人 擾一擾一擾 搞了很長時間 那 他一直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些人 有很多人出來 就是在鎮門外 或者窗外 在那裡看 嗯 那第二天 他就問回獄警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個獄警就告訴你 那件事是這樣的 他說 有個女生 在外山來打工的 就是來到深圳打工 那 有一天 就被人入屋 強姦 強姦了之後 他就 被人 還要被人毒打了一段 那 究竟這個男人是怎樣的 那個女人是不認識他的 那 後來 他就想 可能找人尋仇之旅 那 那 我就不清楚 我就不清楚 那 後來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知道他想報仇的話 就找了一些人 夾起來又弄他 然後 又打他 就屈他 可能夾起來 就是大陸的 是挺黑的 是 是 那 就 他被人強姦了之後 就還要拘捕 是不是去坐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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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到去那一晚,即是他下午進去,聽說他下午進去,那一晚他就在那個房裡自殺死了 因為他覺得自己很心運,很闖怨氣 他的房間上面有個透氣口,他那些窗,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窗 我問他,他都不清楚,藍那裡有個很小的氣窗 有個司令上面,頭頂那裡有個對氣流的長方形的洞 他說很小的人,當然出不去 他說當然那個女人,即是那個女人自殺了,死了一段時間 即是一段短時間,接著有其他的女囚犯進去 有一晚就是黃彬那晚,就有一些頭髮 很長頭髮,就是那些氣窗伸出來 好了,鬼片的經典場口出現,來了 即是真的好像一個鬼片,伸出來就僑著其中一個女囚犯 僑著呢? 其他女囚犯是害怕得很極度驚慌的 但是在CCTV,那些浴室就見到他們這樣,浴境就馬上衝過來看了 一來到的時候,就看到有些頭髮已經在縮回氣箱上面 嘩,不是吧? 是啊,他們也是這樣,很多人害怕的 我問他有什麼人去支持 他說,你問全身上的獄警都知道這件事了 他說,還有一些武警都知道了 流行得很厲害,通傳得很厲害 他說,我們當然不知道,我們沒有人去摸過 是啊 那麼,他就撬死那個女人之後 那麼,他見到,有些比較年紀大躍出 都當然知道,是意會到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他們見得多,這些事情 因為監獄也很多這些事情 但是,你說這麼豪空極惡呢? 都是第一次見到 那麼,當時那個女囚犯被他撬死了 就已經棄著身亡了 嗯 那麼,你知道大陸是無神論的 就不想說這些事情 就只是說,說出去就說 他自己病死了,又不知道怎樣 找藉口客 那麼,就很快將他同仓的女囚犯都撬走 但是呢,仍然是新進來的那些 就是每天都有人進來 進去的 那麼,進去之後,仍然有幾個在裡面 那麼,有沒有封了這個窗口呢? 嗯,他又沒有 有沒有封到 因為大陸是沒有記這些事情 就是,不殺到身都不會記這些事情 嗯,雖然知道 但是,那些獄警都不會事不關己 對不對? 人命的東西在大陸值什麼 那怎樣?不了了了知 對 不是,又不是不了了知 就是,都是,心都會記這些事情 不過就算了,就是沒有什麼都不會走過去的 如是者听我朋友说过了一段短时间 几短就不知道 又是有个女囚犯 又是当时在寻找教的 大概是晚上的了 已经入黑了 又是如是者的头发又伸出来 又伸出来又伸出来 又伸出来又伸出来 伸出来又伸出来 伸出来很厉害 伸出来的颗 他说有些女囚犯 有些两个都想扑上去 看智慧想救她 但没办法她实在是太大力 他说怎样都看到 简直叫救命 不断叫喊喊喊喊喊喊 很多状态就冲上去 就上去看什么事 就看到又来了 这样束手无策 他说真的一开门又去 帮忙都拉不到 就害怕 就跟着人家他们发生了 所以就呼喓了母警 因为母警一呼喚很快 立即会来 有一帮母警来 又拿槍 又拿瓶 当时也听他们说 也有这么木槟 听我的朋友说 有开过枪 听到怎么这么通过 所以 Meu朋友 毕民批问 那些欲经 怎麽会发生了 开枪有声 也做不到 那女囚犯都好像死亡,我再想一想。 因为他说到很灵粹,因为他说的时候会害怕 他说评伙之后也会死亡,那件事比起犯怯好像不太相似 因為深圳當地的獄警,那些領班都是比較本地人,有些是本地人或者是廣東人多 廣東人很相信這些東西,不得不信 在香港請了法力很高的高增,請了幾個上來,做了一場法治 很濃烈的,都弄了很久,做一些法力很厲害的 在裡面的牆,就四面貼一張,那個倉就永遠都沒有用,封了 根本就是要的,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知道是大陸的,不閉身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然後就即時調走,同時間也很快地把那個倉的外面拆開 裡面永遠都不會再打開 聽聞也在那個牆裡面有一道符,藏在裡面 是發人設國記事,那樣的 會發人們 後來出發一步,她成層都不用 因我都會繼續,都有些糊糊wonkill 一些東西,雷糊怪怪的東西,就是那層 那層 她和那些女籌犯都害怕,經常都會投訴 就是說傳出言стран ahead 好像直接用這樣的聲音 因為那些人有一些題,那些頭都知 好害怕 後來那層都封了,那層是不用 亦都没有浴景敢走上去 好 我想问多一次 听完之后我想问多一次 你说这个地方在哪里? 这个监狱 我听他说的不知道是梅林还是水培 类似在那里吧 嗯 因为那些资料实在不太详细 因为他说的年龄是小的 好 不过你说 在深圳的浴景 基本上全都知道这件事? 不是 他说在深圳的浴景 即是他的部门和武警 在那个年代 十年左右 没有人不知道 十年左右 十年左右 十年内发生的 他说 听闻说在附近有新的 漸漸在那里 都不运的就是普通犯 都是运一些重犯 普通罪的那些不会再运在监狱 这样的 好 不过太远了 对于我们来说 这件事 看看有没有一些回应 如果在国内听到这件事的朋友 这样说 不过如果真的这样发生 哇 就太恐怖了 是啊 我听到他说 你不要这么厉害 真的太厉害了 他不是作出来的 是真的 这个浴景 当时是一个比较老的浴景 说给他听的 好好好 是这样的 好 多谢电话先 KK 好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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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异的事件 我只可以说是夸张一点的 不过我不敢100%否定那件事 是不会发生的 再加上那些这么远的事情 不过就 去到用头发脚死了两个人 就 唉 这个情况 可能电影才出现 在某程度 对不对 好了 今晚整天差不多了 星期五晚完了 今晚的节目要等两晚再见 下个星期一 继续我们有恐怖在线 究竟你想听到的东西 我们的回忆 又会不会再多些部分会出现呢 我相信会 因为我又试下拿下其他部分的回忆 出来 找一些新的资料 在节目里面 和大家再分享 好 时间够 下个星期一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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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